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劳工代理部长苏维斯谈亚太裔传统粤 亚裔美国人在高收入阶层的比例持续上升 亚裔美国人支持黑奴历史教育 但反对大学录取中的种族因素 仇亚攻击受害者希望把巨额捐款捐给社区 美式中餐柠檬鸡的起源探究 亚裔美国食品杂货配送品牌探足尚未开发的市场 大熊猫即将返回美国华盛顿 音乐人以创作表演的方式庆祝传统乐 根据来自SM News的报道 5月29号星期三 五党派非盈利组织亚太公共事务联盟 与组成加州AAPI倡导联盟的其他50多个组织合作 共同举办了倡导宣传日 加州众议员Evan Lou Stephanie以及加州参议员Aisha 在此次活动上发表了讲话 并鼓励参加倡导活动的亚裔美国人 不要太亚裔化 以及确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加州亚裔美国人 太平洋岛民立法核心小组 并介绍了目前运作的三项重要法案 SB1078将在加州卫生与公共服务局内 设立语言服务办公室 SB782要求州长办公室 保留其任命和空缺职位的清单 AB2979将确保从加州受害者赔偿委员会 收到的款项免征周税 一个由网络、投资基金、项目和平台等公司 组成的文化生态系统Gold House 每年5月份都会发布A100名单 以表彰过去一年中 在文化和社会领域最具影响的 100位亚太语风云人物 表彰做出独特贡献的人士 并与Google合作制作特别影片来庆祝 介绍说亚太语的领导性和创造性力量 正在重新定义今天并塑造明天 亚太语继续在娱乐领域打破记录 包括2023年观看次数最多的Netflix节目 《夜行特工》 第一位获得人民选择奖 年度最佳男艺人的亚裔John Cook 第一部有亚裔创作和主导的 获得爱美奖聚集怒呛人声 亚太语也在推动决定未来 最重要的技术和政策 过去两年 美国42%的IPO公司都来自亚太地区 A100获奖者站在人工智能 革命的最前沿 包括人工智能教母李飞飞博士 和最主要的人工智能公司的高管 其他的获奖者还包括体育明星 以及一些重要组织的领导者 美国劳工部的通讯简报 回顾了代理部长苏维斯 对亚太裔传统乐的宣传倡导努力 5月中旬 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主席赵美新 等共同出席了白宫 AAPI的假期历史桥梁 塑造我们的未来活动 体现我们的社区 植根于任性和希望的集体旅程精神 并鼓励我们建立代际联系 以纪念我们的过去 铺平持久的前进道路 5月20号 他出现在MSNBC早间节目访谈中 谈到AAPI传统乐的意义 指出多样性是美国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 此外 他还强调了语言便利的重要性 指出劳工部正在努力通过 增加AAPI语言翻译的数量 来使信息获得更加便利 成长和翻译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语言的力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意识到法律实际上是一种语言 你可以决定 谁能得到社会应有的福利 谁能得到报酬 谁能移民 旅行 结婚 投票 和参与美国事务 苏在谈话中说 语言的使用权非常重要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0到2023年数据对比 亚裔美国人在美国中产阶级中的比例 一直保持平稳 既保持在48%的水平 而在高收入阶层的比例 则从2010年的27%上升到2023年的32% 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则同时下降 相比于美国整体来说 2023年亚裔美国人在低收入阶层的比例更低 而在高收入阶层的比例更高 调查指出亚裔美国人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但收入较高阶层的家庭的收入增长幅度更大 相对而言 在亚裔中产阶层的整体家庭收入中 所占的份额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 一项新调查显示 大多数亚裔美国人支持在公立学校 教授奴役制、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等历史主题 但也都反对大学在招生时 必须考虑种族和民族因素 调查还发现 亚裔美国人对性别教育的认同度较低 支持率仅53% 很少有人支持学校董事会影响课堂教学内容 56%的亚裔成年人都反对个别学校董事会 限制教师和学生的讨论内容 2021年在旧金山街头遭遇仇恨袭击 并奋勇反抗的陈女士 最近希望将网上募捐活动筹集到的近90万美元 回赠给亚太社区 据报道 创伤后遗症使他经历了身心伤害 从此以后他不敢走出家门 虽然他有医疗保险 可以支付基本费用 但仍有许多医疗费用 无法自己承担 因此希望筹集5万美元帮助支付 如今筹集得到的钱已经远远超出 他的孙子筹款人表示 祖母希望将这些钱捐给亚裔美国人社区 用于打击种族歧视 他说祖母坚持做出这个决定 说这个问题比他自己更重要 他希望年轻一代的亚裔都能站出来 希望他们能为老年人挺身而出 柠檬汁是最受欢迎的美食中餐之一 但是跟传统的中餐大相径庭 美食杂志餐桌考察了这道菜品的源起 文章说柠檬鸡起源于1987年 虽然历史并不悠久 但却包含了美食烹饪的所有特点 脱骨鸡肉裹上面糊 油炸并淋上糖醋汁 据介绍 柠檬鸡是从另一个受欢迎的菜品 左宗鸡发展而来的 最早是由一个出生在台湾 并在法国培训过的厨师安迪高创制 他从香菜的口感获取灵感 并在熊猫快餐的菜单上 首先提供给消费者 通过为分散的亚裔美国群体提供服务 亚洲食品杂货配送服务 填补了市场的一个特殊空白 在线杂志INC的一篇文章 分析了几个成功案例 例如洛杉矶在线亚洲零食零售商亚米网 这家网站的创始人Alex周表示 我们想为所有亚洲人搭建一座桥梁 这是通往家乡的桥梁 总部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 亚洲在线超市V的创始人 Larry Liu则是注意到 食材批发商和网络团购群体之间 存在牵线搭桥的可能 后来网站成为一个销售亚洲产品在线市场 我们有能力真正地帮助分散的亚裔人口 获得他们喜爱的食物 V的大多数顾客都是亚裔 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代移民 同样亚米网75%以上的消费者 都是亚洲人 主要是东亚人 Daini Ting在纽约创建的日本在线外卖店 Baksu Market 则是把零食和精品以文化交流方式 推销给顾客 如今它的大多数消费者都不是亚裔 5月29号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和保护生物研究所宣布 今年年底将迎来一对新的大熊猫 宝丽和轻薄 大熊猫是华盛顿特区的招牌之一 深受全美访客的喜爱 每年吸引约190万游客 50多年来 NZCBI一直创建并维持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大熊猫保护项目之一 帮助大熊猫走出全国濒临灭绝物种名单 这两只大熊猫都是两岁 2021年8月、9月分别出生于四川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联邦快递将作为动物园的运输合作伙伴 利用其综合的空中和地面网络 为熊猫动物保护团队提供从中国到华盛顿特区动物园的专用航班和地面运输 5月是纪念亚裔和太平洋岛民在美国取得的成就和贡献的日子 音乐也是庆祝方式之一 福布斯表彰了三位在舞蹈音乐上留下印记的舞蹈音乐表演者 并请他们发表对亚太裔传统乐的感触 他们表示AAPI作为一个闪耀的群体不只是符合某种模式 不仅仅是工程师和医生 我们同时也是艺术家、社会工作者、设计师以及其他各类人 与此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真正展示我们的技能、才华和对工作的奉献精神的关注机会 有助于打破亚裔文化传统的内敛习惯 以上是这次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